李渭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在雍正朝,他升得皇帝宠幸,敢于挑战权贵 多次弹劾权亲一时的俄尔泰兄弟 更将多名高官拉下马 他支持为护底层百姓利益 曾与成亲王争地还给民众 他的权势无人能比 英国使节称他为二皇帝 但是在雍正去世,乾隆继位后 乾隆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 排挤了许多雍正留下来辅佐他的重要臣子 李渭似乎也难逃使节